但是西區軸線翻轉 我認為最關鍵最核心的是 都市再生連結水岸改造 同步進行缺一不可 那如何連結呢 我會稱它為淡水河岸skylight計畫 這個計畫政府不必花大錢 透過創意設計 靈活的運用公辦度 跟以最大的誘因匯集民間的資源 共同創造台北的水岸崩潰 我是一個不得物的想像 那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把一個這樣台北 是一個老的街區 他們來報名說我要老屋改造 然後他們這一戶 我們把它改成這樣 然後我們還架了電梯 你知道居民對這個圖 完全都沒有反應 直到我們說 你家長這樣全部活過來 因為他說我家沒有違建 我家沒有鐵窗 鐵窗裝樓上 然後說這個冷氣裝樓下 他們開始用這個東西認出來 所以他認不出來 我剛剛改造 這剛剛搞什麼 所以我在這樣改的時候 不然說我們應該把一些陽台空間 露出來 你應該把一些無件拆下來 我不敢說這是百分之百合法 是讓台北市民開始想像 原來他家的錯 我們被蓋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更勇敢的是 這完全不是要被蓋的 這種直接一個大街坡 把八支樓梯 裡面每層十六戶 那種雙邊的公寓 我們直接把它併成一支大樓梯 然後放上電梯 所以呢 你的房就可以變這樣 所以你可以想像你原本 後院又電梯又樓梯 防火箱變成這樣子 成台北市的真正的綠地銀行 好 然後 然後很重要這一點 然後我們要 我們不能把它 我們不能要把那個公有地要鎖住 然後我們集中資源 來進行我們整個舊城區 或者是舊建築的都市更新 這不是你問的問題 但是我要跟你講一個前提 就是說 那個公園 你說它的各種想像 那有的人主張要變成是內科的延伸 有的人要蓋社會住宅 我認為要百分之百 做公園 公園也可以有很多面的足球場 棒球場 這個你放心 當然 連接到花坡 那我主張 我們那個足球場應該要恢復 我 坦白說我認為在足球場的中間蓋一個正宴館 這樣的事情 我是有點看不下去 我是有點看不下去 我不知道建築師 但是如果我們一個足球場 然後我們在中間的這個足球場那個feel裡面蓋了一個正宴館 然後做別的事情 然後最後我們再來討論足球場的這個空間裡頭要怎麼樣新創投入啦 或者一國美食 或者這樣進去 我其實不太同意這樣的一個作法 當初它是比較管理於這個 沒關係 我現在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主張 我主張那個那個花坡公園跟整個Grand Central Park 它是一個整體的規劃 它應該要重新調整 其實足球場過去就是Cano打棒球 我們的台灣台灣家子園打棒球的地方 那個有些很多的歷史脈絡 我們在都市一方面在創新 一方面怎麼樣銜接過去的歷史文化 這都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好 樓上的朋友問的是怎麼樣節能綠建築 剛剛如果你有注意聽我們建築師所提到的 他透過這個陶板透過各種的設計 老房子都可以進行這樣的一個改造 未來在淡水河岸Skylight 我剛剛沒有提到的 新的建築 其實我在別的議題裡面 我有提到 未來都市更新它要做的方法 它絕對是 絕對是 綠色 節能 智慧 還有各種脫陰 脫勞 這個長照 所有的功能 我們都要一併思考 所以未來都市更新 不是我所說的 我所說的公辦都更的投入 它的確 它要組織的調整 它必須要擴充人員 要多一點預算 要把天下的英才都召集來 我們共同來投入這樣一個都市改造運動 但是呢 它在都更實現的同時 它不會是只有零碎的 孤島式的 一棟接一棟 大家的房屋改建 大家只計較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居住空間 坪數夠不夠 這樣的一件事情 邀文智想要做的 是一個徹底的改變 台北市的都更 那台北市的都更 第一個它要以 它要以劃定區域 一大接口為主 同時整個社區共同規劃跟參與 透過這個參與的過程 市政府提供前端的規劃整合跟協調 民眾或者是業主 大家共同參與 在參與的同時 我們要實現 未來我們都是生活的重要目標 這些目標 包括我們現在缺少的 長照的空間 脫嬰的空間 脫育的空間 或者是居民生活 高齡者活動的空間 甚至我們要提供更多的綠印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什麼叫綠色銀行 它必須在那裡做不同的調節 包括我們的靈印空間 臨裡的公園 包括我們的停車 恐怕還有未來電動機車節能 節能的私有并具 它必須同時來進行 當然 南家是阿拼的時代 它透過容積的調節 可以 中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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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大陸堂 我大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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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事 什麼中百貨 中百貨 那人貨在哪裡 應該不是 來 中三百貨叫做財政 中百貨是 中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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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你說那裡有兩種大 沒有 我出事 就在那裡 中百貨 中百貨 我出事 文字講的那一段 我可以說話 比如說 你都發佈了 我日本 我有看電話 發佈了 現在我文字請回回大建築師的文字 其實台北市很重要 彼化街的北斗 也是台北市最重要的北斗 北斗的南街陰鎮 那就是彼化街 所以沒關係 彼化街一頭是南瓜 跟鄉北平的鄉北瓜 鄉北瓜應該是跟太平上騎了 南瓜這邊這裡 接幾個街這邊這裡 不是 這邊是工廠 沒關係 沒關係 這都沒關係 這都以前 其實 代表我們對他的事都有一個了解 但是彼化街現在因為阿明時代很感謝 那時候有兩種事情 就是融資的移轉 保存了這個老街區 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年貨大家的注入 當然年貨大家大家想像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都同意 但是毕竟 這條街 套過這兩個方式 它慢慢變作回復 回復 百年前 還不夠 其實百年前 五月十三人化人 那個時代 彼化街 當然是台灣的一街 但是呢 那現在這個時代 它是最代表老生 苦的時代 那當時也推了這樣的一個機制 讓專業者進駐跟居民對話 那這樣的一個方式 當然它應該逐步推動 只是我個人真的比較期待 我真的比較期待 選舉它是一個整體的社會動員 但是我覺得過去我們的動員方向 是真的可以調整一下 真的大家投入 對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接迫 不同的都市的想像 最遠到 最高到 台北市要走向哪裡 那最小到 或者說 我們整個老的 四五樓的公寓 它經過 它必須要經過拉批 還是經過這個都市的 路更的組建 這些呢 都是在不同的議程 不同的討論 不同的提出看法 來逐步來實現 那它最後的原則 當然是 是 人民的民主才